这个恋宗太drama了 原本是双向奔赴的CP 男生跟别人拍了一次吻戏就变心 感情线秒变五角恋 都能穿成食物恋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君 我又来讲恋宗 想谈一场韩剧般的恋爱了 上期我们说到 八位男女嘉宾又要开始新一轮的主角选拔 但是节目组太不作人 分组就是一个大换血的骚操作 大家都没能和喜欢的人分到一起 主打一个乱点鸳鸯谱 小夕和东奎虽然没在意组 但是排练的时候都在一个屋子里 两个人都超级在意对方 结果台词里还必须对其他的男人说 我爱你 看着喜欢的人对别人表白 还有反复练习吻戏 那滋味也太酸爽了 这次的剧本和音乐有关 是女歌手和经纪人的故事 所以敬演的时候临时加了一个环节 就是让男生以推荐歌手和欣赏人的角度 向大家介绍女方的魅力 这完全就是极星演出 之前都没准备啊 先是志赫和灵奶这一组 志赫表现得很稳重 对灵奶也夸得很认真 他说灵奶有灿烂的笑容 一笑世界都明亮 本以为他能介绍得很顺利 没想到他说到一半竟然哽咽了 这下说出来的话 到底是真心还是演戏 谁还分得清呢 相比起来 灵奶唱歌的时候就很紧张了 但志赫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全靠他一个人 把整场戏的情绪撑了起来 翻夏和原职这组有个必杀戒 那就是原职可以谈极的 开演之后 原职先是以经纪人的身份 给评委们送了饮料 然后也非常努力的夸奖翻夏的优点 翻夏唱歌的时候 原职就在旁边伴奏 两个人接吻时 还夹了摘眼镜的小动作 实在是很难不行的 小夕和泰君那组 对人物的理解不太一样 泰君是以本部长的身份 来介绍手下的艺人 说话也很官方 甚至在演出前 还给小夕递了一瓶水润润喉 小夕唱的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泰君在演什么 我实在不太懂 东奎和丽旭这对 改变了一些小细节 丽旭是坐在台下 等叫到了名字再上去 东奎把自己这个经纪人 上台的理由合理化了 他是在替上厕所的丽旭 填补空白时间 这也代表 他在宽女房的时候 女声是听不见的 所以可以更直接的说出心理话 东奎故意把经纪人的角色 演得有点紧张和业余 以此来衬托丽旭在台上的表现 两人在歌声中相忧 东奎是先亲了一下额头 然后再接吻 细节可以说是很到位了 小夕在台下的表情也是十分精彩 完全不能往台上看 是真的很在意东奎啊 本次选上主演的搭档 恰好就是丽旭和东奎 小夕身为爱豆出身 没能拿到这个角色 到现在一次主演都没有 而东奎和小夕之前搭档 那么多次都没成功 换了个搭档就成主演了 小夕真的多难受啊 这种时候 她也只能躲在抱枕后面偷偷哭 原直特一上楼去想安慰她 也被她挥手赶走了 恋宗就是这样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小夕还在心碎的时候 另一边的短剧都开拍了 女主原本的团体解散了 她提着行李 准备回日本的时候 经纪人追上来 希望和她再尝试一次 下定决心 让她成为有名的歌手 两人因为没钱 只能同住一个屋檐下 女主去了酒吧住畅 男主也一边在酒吧打工 一边在背后默默支持她 女主渐渐有了名气 男主担心 住一起会影响女主的名声 于是就搬了出去 住进了酒吧里 有个老板想要和丽旭签约 但不需要经纪人 为此专门找了男主私聊 男主陷入了两难境地 最后还是决定放手 让女主去追梦 三年后 女主果然成了世界级知名歌手 老板让她续约 女主就提出了一个条件 必须找到男主才肯签约 那时的男主在洗车店里打工 两人重新见面 男主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 才会让女主打在自己手里 现在换了个公司 她立马就火了 但女主愿意待在男主身边 并不只是因为工作 而是因为对男主怀有爱意 现在她终于鼓起勇气表白 男主也拉住她 把她拥入怀中 两人终于迎来了 迟到三年的那个吻 总之就是有情人重称眷属了 虽然我知道 节目组是想拍得很唯美 但是东奎掐着黎旭的脖子 真的好好笑 咱就不能稍微自然点吗 这动作也太僵硬了 在短片拍摄期间 东奎一直看着台上的黎旭 在没有拍戏的时候 也给她送水照顾她 一直都是体贴的经纪人 在花絮里 东奎亲的房子自然多了 两个人还互相小鸡啄米 这真的很难分清戏里戏外啊 你俩亲的也太开心了 两个人深夜聊天的时候 立续主动问东奎是什么想法 东奎竟然说 经过昨天和今天的相处 我开始在一起你了 甚至他还主动问立续 下次想和谁一起演戏 眼下之一不就是 还想和立续打闹吗 小夕真的哭晕在厕所 立续这下反而回答得很官方 他不喜欢把工作和恋爱混在一起 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东奎又追问 意思就是你不想和我一组吗 立续总算说了实话 其实他小啊 东奎得到这个答案 立马就安心了 这个男人的心我真的猜不透 他在后材里又说 如果能选择第四次的答案 他原本会选小夕 但是因为他没有和小夕以外的女生 好好聊过天 立续突然出现 所以就被他迷住了 吃烤肉的时候 也觉得立续很有魅力 从那时候开始 他心里的好感值就在增加 虽然立续年纪比他大 但他还是想要保护他 听到这一番话 我真是要崩溃了呀 千几七颗的CP彻底崩盘 东奎变心这么快 属世有点突不及防 马上就到了第五次分组 这次节目组竟然大发慈悲地表示 在场所有人都能和一中人一组 这意思就是 每个人都能和想要的人对戏 就算重复也没关系 被选了很多次的人 就要配合多次视镜 立续和东奎互选 原直选了小夕 之后和泰君都选了灵奶 而灵奶选的是泰君 翻下选了原直 而小夕还是选了东奎 小夕觉得自己突然就成了小丑 东奎自从对立续感兴趣之后 会刻意回避他的目光 也不主动跟他说话 小夕这才明白 之前东奎都是在配合他演戏 并不是跟他真正的双向奔赴啊 因为排练时间不好安排 小夕和立续还得讨论 东奎怎么分 这种情况也太尴尬了 屏幕前的我已经开始勾城堡了 小夕久违地能够和东奎独处 他说想吃单包饭 东奎就坐车带他去吃了 两人一起逛街的时候明显没那么多话可聊 走路的时候也隔得有点远 不得不说 灵奶那边的大三角就和谐多了 他带着两位男后宫去了海边玩 大家表面上很欢乐 其实太君心里都快猝死了 为了制造独处时间 他非要拉着灵奶去喝咖啡 志赫也很会独空气 于是就不跟着去了 其实他们俩的独处也没有多久 因为志赫一直在海边上等着呢 灵奶宠幸完太君又来宠幸志赫 志赫倒是说的很直白 他在相处中渐渐在一起了灵奶 所以就喜欢上他了 这一记直求把灵奶都真害羞了 但是他一番感谢之后 还是给志赫发了好人卡 原来志赫翻下在沙发上的互动 确实有点甜到我了 我总有一种在嗑过气血糖的胃疼感 他们俩要是一开始就这么和谐 该多好 拥有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才回头追 实在是有点晚了呀 而节目组现在才放出了 昨晚全员一起喝酒的画面 丽续又喝多了 他居然和东奎连手都拉上了 后玩对方手指也太暧昧了吧 而且现在到底是堆吸还是真的 为什么东奎会主动筋上去啊 东奎和小夕趁着吃饭的机会 也干脆弹开聊了 小夕很好奇 两人之前搭档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他自己一头热 东奎却说 如果不是因为被算命的安排了 上次选的搭档 他还是会选小夕的 但是世界上没有如果 他已经和丽续越走越近了 东奎自己也很苦恼 小夕很坦然的说 自己很吃醋 但是他也很明白 现在他们的关系 不只是牵扯到三个人 还牵扯到了原职和番下 如果他退让的话 一切都会好转 可是他也需要 遵从自己的内心啊 所以他还是选了东奎搭档 而东奎现在也说得很直白了 两边的世系 我都会全力以赴 但是我在意的人是丽续 真的很抱歉 小夕被这个果断的拒绝后 还要和东奎继续盘练 心情都要纠结成麻花了 而原职也在家里 等着他回来 这种单箭头 食物链里的每个人 都惨惨的 原职很关心小夕的情绪 但小夕在其他人面前 都装得很坚强 哪怕被伤透了心 也说自己没事 第五集的剧本 叫《时光机恋人》 讲的是大学校花女主 和单恋她的男同学之间的 校园爱情喜剧 试经的内容是 两情相悦的男女主 抢夺口中糖果的吻西 各位主演都年纪不小了 演这种戏份 确实有点勉强 一个个都在努力装弹 太君和灵奶 在试戏的时候 嘴唇就碰到一起了 两人还拿着剧本 当做道具 试图营造出 青涩恋情 遮遮掩掩掩的感觉 而之后演的 就更直接一点 拉着灵奶就啃上去了 两人为了抢个糖 像是要打起来了 原职演羞涩小男生 还是挺合适的 翻下的短发 也很有少女感 但是评委却觉得 原职表现的不够爱翻下 而翻下也是在用技巧 掩护他这一点 原职都被骂懵了呀 然后他又紧接着 要和小溪打戏 咱也不知道 他是被评委骂了 表现的更卖力了 还是本身就对小溪有好感 所以演的更自然 反正这次评委竟然鼓掌了 东奎演戏 是不是笑死我了 他得知女生喜欢自己 竟然给了自己一耳光 啪的一声 清脆有力 就算是纯情男大也不至于用这种方式来确认自己不是做梦吧 而小溪刚亲眼看过喜欢的人和立须亲亲我我 现在又要和他一起演的甜甜蜜蜜 这个稀里素质我是很佩服的 他是唯一一个对男主表白哭出来的 感觉已经是真情流露了呀 评委也一眼就看出小溪喜欢东奎 而东奎喜欢的是立须 他和两个女生堆戏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小溪的时候完全就是消极的嘛 评委们都觉得 林乃和立须那两组看上去都太成熟了 感觉是很会应付男生的类型 经验太足了 反而少了校园恋爱的青涩感 而小溪的演技终于获得了评委们的肯定 那么你觉得这次的主演会是哪一对呢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呀 想看后续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我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对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